你刚才说师傅是谁 你说不告诉我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那我先有请一个人 那就是我的师傅 那你请吧 请我师傅上场 师傅 来 请坐 介绍一下自己吧 胡雷老师好 尊敬的各位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 我叫刚华 谢谢大家 你师傅是谁 我师傅是齐志 齐志大兵的齐志 对对对 你怎么跟这小孩 弄到一块去了 在我的一次公益演出 我正好在背场的时候 我就看他演出 这小孩挺有感觉 就特别喜欢他灵气劲 后来我就开始关注他了 恰巧第二次演出 又碰到他了 那会儿他妈妈和他 就一直到皮油后的转了 我能看出来 就想加我微信 或者要个联系方式 完了 到第二次演出结束之后 我就 我是蹦不住劲了 我就给他妈妈打一电话 我说姐呀 这孩子也送过来 我真喜欢他 就是人家一直没开口 对对对 所以我还是我开的口 那也不好意思跟人家 什么困难 因为咱们孩子也那么大 图图一开始就是想拜他为师是吗 是他特别喜欢这 他挺开朗的 你为什么不说呢 怕人家收莽 学得行吗 学得还行吧 能吃苦吗 能吃苦 其实他没问题 他妈不能吃苦 就每次我给他讲课 后来他妈被我给轰出我那块 给他上课的时候 我说您先出去吧 因为什么呢 我平时让他练习的时候 都是一遍一遍一遍地练 不下于五百遍差不多吧 完了他妈妈看着 气得那种脸红脖子粗的 我心疼了 听说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图图老师还有现场 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十年前 这五月份 我在四川读大学 汶川地震 当时大二 正好我们去 绵阳那个校区去踢比赛 两点开赛 正踢着28分钟 我正好我跑得快 前方我去追球的 追球我就走S弯了 我说我是不是头晕脑胀 当时那种感觉 真是特别特别难受 我说我可能虚牙高了 打人说你这么大岁 肯定不是虚牙高 我队友说太晕 我说那估计天热 咱俩中暑了 正说着呢 有一孩子喊 我们一队友喊地震了 结果我们两队本来是对手 完了后来就是全围了一圈 那种胳巴挡着胳背这么着 全坐在地上了 跟着摇 就看山 因为它那个操场是一个山顶 就看山顶 冰冰冰冰冰 就那个烟雾起来了 你是基本上可以依赖 当时地震的一个大的那个情况 还有当时我们为什么手挽手着 因为就怕有那个地裂 因为地震它很容易低劣 好歹万一掉下去还有拴着 对对 很幸运 我是幸存者 那在很多人心里是翻不过去的一页 对 印象太深刻了 我感觉就是地震 因为那个现场给我的感觉确实很惨 这对于你的职业生涯有影响吗 我之后就选择了这个 选择一个职业 就是因为这个汶川地震 我在现场当志愿者的时候 我就看现场有好多穿橙色衣服的 我们的同学告诉我 说的这个是消防 后来我再看他们手中拿的仪器 就特别特别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从来没见过 但是在现场他们发挥的作用 因为我在旁边 我是看的一清二楚 后来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毅然决然地去参军入 就参加了消防部队 后来才明白 他们拿的那些仪器 真是有什么生命探测仪 这是地震 必须用的一个仪器 完了 一压钱一压减 一压钱就是通过人的压力去扩张 把人给救出来 几乎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消防 对 因为消防又有一个新的名词 叫社会救助 今天的心愿是谁的心愿 我的 你的 你把它说出来好不好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跟我师父办一张许远 说给更多人听 好 来 请回 许远啊 七年的消防生涯让我懂得了很多 也学到了很多 我就想用一种方式去把这个消防知识 宣传给这些就是老百姓 如果想到这些形式呢 我就想 这些消防知识能不能用相声的形式 去逗大家开心的同时 让大家学到哪怕一条消防知识 我觉得就是成功的 我觉得你可以去录一些视频 然后录一些小视频 然后来去在互联网上做一些推广 让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社会太需要这种知识点的传播 所以说我首先第一个帮助到底的 可能就是一些推广 还有一个在资金上面 我们熊九集团也愿意来资助和支持你们 把这个心愿来完成 兔兔 我也叫兔兔 特别可爱啊 刚才你讲的这个心愿 特别包括是老师对这个相声的 包括消防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真的非常好 我呢来自凤凰古城 邀请你到我们的这个景点来 来做演出 让你们的这种消防的知识 用快乐的方式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谢谢 听了图特的故事 我确实很感动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 减肥基地呢 也愿意预约你们 到我们医院去给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个肥胖群体呢 去说一说相声 向他们传递一下正能量 谢谢了 他们待会儿会把这个消防的相声会给我们展现一些 我们席而公听 好 尊敬的各位老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给大家做一个消防知识宣传 这个消防知识呀 师父您的摆我什么呢 我这做消防知识宣传呀 消防知识宣传啊 对呀 与我没关系 我您对哥说吧 回来 这消防知识不但大人要懂 小孩更应该知道知道吗 我懂 那我考考你怎么样 来者不去 请听题 说 什么可以引起火灾的发生 共爆鸡丁 一向也是小炒肉 回来 什么可以引起火灾的发生 你这什么共爆鸡丁 什么小炒肉 不是干嘛呢这 这些菜是不是得炒 是啊 炒是不是得用油 对呀 那油炸着火了 油果铺就不及时 很容易引起火灾 您别说 说它真有道理 我再问你啊 还有别的方法铺就吗 盖锅盖 对盖中盖 师父您耳朵里塞袜子了是吗 谁耳朵塞袜 我说的是盖锅盖 盖锅盖啊 对 为什么要盖锅盖啊 您想啊 锅盖一盖上了 里边的空气自然就没有了 火自然就灭了 这小孩我还难不住你了是吗 对 您考我半天了 我考考您行不行 你要考考我是吗 对 那问题来了 说 如果我们家着火了 往上跑还是往下跑 我当多难的问题呢 嗯 简单啊 这着火了 烟和这个温度全是往上走的 答案是往下跑 错 怎么错了 我说是我们家着火 你们 谁家着火也得往下跑啊 我们家着火往上跑就最安全 你们家为什么往上跑啊 我们家 住地下室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